桃紅藍籽等顏色的繡球花朵朵盛開 讓入園的遊客眼睛為之一亮 武林農場的繡球花 因為今年4月初的寒害影響 花期較去年晚半個月左右 目前已陸續開花 盛開期落在6月底到7月初左右 最晚的花期可到7月中旬 親自來到這邊 發現整排的繡球花好美喔 小朋友很開心 山下現在大概36、7度 來到這邊天氣20度 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裡的繡球花開得非常的茂盛 花朵比妹妹的臉都還要大 一般來說如果土質偏酸性的話 它的花色會呈現為藍色 如果偏鹼性的話 它的花色會呈現為紅色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繡球花的顏色 去判斷土壤的環境 到武林農場的遊客們 可不要錯過避暑秘境 桃山瀑布 近80公尺落差的水 飛捐傾斜而下 前陣子林物局 他們有針對台灣知名的一些 瀑布的步道 去做一個負離子的含量的調查 那其實以武林農場的一個桃山瀑布 步道來講的話 它的負離子含量在調查當中 也是全台第三高的 也有機會可以跟我們台灣 三級保育類的國寶級鳥類 藍富賢不齊爾遇 甚至前陣子還有遊客 在我們桃山瀑布 遇到一隻母鳥蛋 三隻雛鳥在密死 非常的有趣 大家看到也非常的驚訝 武林農場表示 藍富賢是台灣特有種的 稀有保育鳥類 因此呼籲遊客在遇到藍富賢時 不接觸不干擾不餵食牠們 共同為保育類動物盡奮心力 讓武林物種生態更加多元精彩 新唐亞太電視胡樹霞 張年杰 台灣台中報導